以後我們看的wave guide的時候 你就要想到 從它的gamma 我們可以找到它的接字頻率 從接字頻率呢 它就分成兩個範圍 一個範圍 就是說 當這個值 這個就是這個值 這個值 比1大的時候 它就是虛數 這個比1大的時候 1大的時候 那就是f 大於fc的時候 f大fc fc就是某一個特定值 特定值 如果你apply的frequency 大於這個特定值的話 這個波呢 就是一種傳播的型態 可以變成波在裡面傳播 那麼這個時候呢 就是omega 就是這個 要大於這個 這個 大於這一項 那麼gamma ym mode gamma 是虛數 所以 我們把這個寫成這樣子的 這個 我們就可以把它畫成 這個樣子 這個我們就不去仔細的去看它了 變成j beta 那麼從這裡頭 我們就知道這個beta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像場數 beta等於這個 波的像場數就是這個東西 嗯 嗯 好 那麼 我們現在要看 它對應的坡島內的坡長 Lamnod 這個G就是代表Guide 就是坡島裡面的坡長 它就等於2π over β 那β剛剛求出來是等於k乘這個 於是我們就可以把它變成這樣 2π over k 這個就是這個電磁坡 在外面的介質 比如說裡面也是空氣 外面也是空氣的話 那就是在外面的坡長 2π over k 就是這個 不是坡島裡頭的 那麼因為f大於fc 所以這個是個小數 那1減掉一個時數一定小於1嘛 所以說這個值啊 這個倒數大於1 大於1的話就表示說 Lamna guide要大於Lamna 就是在坡島裡面傳播的坡 你同一個頻率喔 你是在外面 坡島外面傳播跟坡島內傳播 在坡島內傳播的時候啊 它的坡長呢 要比坡島外的坡長要來得長 來得長 來得長 OK 這個就是代表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在外面傳播的坡 這個 這個是 這個 就是在外面的這個 傳播速度 Lamna 那是頻率 Vf的電視波 在這個參數 參數是這個的無限大戒指中傳播的這個波長 V就是這個戒指裡頭的傳播速度 這個我們都知道了 好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 Guide wave 它等於這個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個獅子顛倒一下 兩端平方 兩端平方 反正就是你先平方再顛倒也可以 我們可以把這個獅子呢 畫成這個 我們就不是仔細畫它好不好 就這樣子了 好 那麼 這個地方 就是Lamna 平方分之一 要等於Lamna Guide 平方分之一 加Lamna C Lamna C是什麼呢 就是Cut-off Frequency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波長 也就是這個 你頻率是接著頻率 波長呢 比這個短可以傳播 比這個長就不能傳播 那麼這就是Cut-off的Wave length 這個 在外面傳播的這個 在空氣裡面 在波島外傳播的這個波長 平方分之一 要等於這兩個 波長平方分之一 相加 這是Guide Wave的Wave length 這個是Cut-off 在Cut-off Frequency之下的Wave length 好 那麼波島內的像素 波島裡面的像素 Omega over beta 它就等於這個東西 等於這個 那麼剛剛我們不是已經 已經求出這個beta來了嗎 對不對 在這裡 beta在這裡 對不對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 the face velocity 等於這個 那這個呢 我們又可以把它 畫成這個樣子的 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v 我們前面有這個式子 我們就不在這裡去 去倒塌 各位從講義上面 一整篇看下來比較方便 我們發現呢 波島內的像素 要大於 波島外面傳播的這個像素 像素 剛剛是 波島內的波長 要大於 波島外傳播的波 的波長 像素也是有這個關係 好 現在我們就看這個 因為 我們一個波島 它也不是只看你的波 在裡頭傳播 單一頻率的波 它是要傳播訊號 訊號裡頭 它都有好多好多的 一種成分波在裡面 各種不同的頻率的成分波 組成的一種 一種群波 才能夠代表某一種的訊號 其實我們很有興趣的 還是什麼 它的group wave 這個是群數 它的group velocity group velocity 定義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以前在前面第四章就介紹過的 那我們把這個beta跟omega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關係裡面 把它微分一下就變成這個樣子 於是這個就可以畫成這個式子 我就不仔細去畫它了 這個呢 群數要怎麼樣 小於 群數要小於外面傳播的這個速度 波到外傳播的速度 但是face velocity 要大於這個速度 那麼我們把這兩個相乘 這個從這個 這邊從這邊 我們發現這兩個相乘有這個關係 如果你這個波島內的界值是空氣 或者是真空的話呢 那v就是c啊 就是c啊 所以這兩個 的成績是等於c square 好 現在我們看它的impedance 那impedance啊 它是等於這個 我們剛剛倒出來是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把這個值 γ over j omega z omega y 帶進去 這個 z 帶進去 我們就得到z 這是omega 這就是z impedance impedance呢 這個impedance 我們可以畫成這樣子 我們把k當作是 Omega平方 根號 mu epsilon 那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ok 好 那現在我們不是說 你是傳播型態嗎 傳播型態是 這個 要大於這個 這個大於這個 這個大於這個 這就是小數啊 因此這個 e減到一個小數 它是一個正時數啊 正時數 正時數 因此這個 這個東西 它就是一個 正時數 正時數就代表 它是一個純電阻 純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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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比e小 這個比e小 因此 這個是比eta來的小 比這個空氣中的 比如說戒指裡面的 只有主抗 要來的小 現在我們把這個 z z z 跟f over fc 來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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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是tm mode 是下面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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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 我們看tm mode 就是 這個區域1的話 這個是1 這個1的話 這個就變成多少 1的話 就變成0 對不對 這一部分還沒有講 這一部分就是說 那你f 小於fc的話 它就變成 不能傳播 就是快速的 衰減 這個 從很大值 慢慢的 小下來 我們看 如果這個是很大值的話 這個就很小 很小 所以ztm呢 就變成很大 很大 當這個慢慢慢慢慢慢 小下來的時候呢 慢慢慢慢小下來的時候 它就去1了 去1了 看看 慢慢慢慢 對 這個去1的話 這個去1的話 那這個是 就是說 剛這個 去1的時候 這不就是0了嗎 對不對 爬到這裡就是0 這個就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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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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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它變成無窮大的 這個 變成0 它就是 變成eta 就是說這個 這應該是 這個座標應該是 eta 除過來才對 這個座標 應該是 over eta才對 並不是 這個動詞 over eta 好 那麼這個就是 傳播型態的 它後面有解 當這個值小於1的時候 那就是f小於fc的時候 γ為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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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γtm 就是等於alpha 等於alpha OK 這個時候 電磁波 它所有的分量都含有這個衰減因子嘛 因此它就圓Z軸呢 快速的衰減 這個現象 我們稱它叫做 見識現象 見識現象 因此它具有一種 濾波器 高通濾波器 high pass filter high pass filter 那就是說 它只讓它 f大於fc的過去 f小於fc的就不讓它過去 叫high pass filter 那就是我們剛剛這個 這個裡頭 這個區域 我們現在把這個獅子 幹嘛 帶到這個裡頭 我們得 現在是 就是這種狀況 這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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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 現在呢 因為現在 這個 比這個小了 這個比這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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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把 這個j拿上去變成負的 就變成這個字 變成這個字 OK 好 我們從這裡就知道 在tm mode的時候 頻率小於 j 接著 接著頻率的時候 波阻抗 是 純的電抗 因為它有什麼 有j在裡面 它不是電阻 剛剛那個是純電阻 這個純電抗 純電抗 那顯示這個 這個見識波 因為它是見識波 它不承載功率 因為它是純電抗 純電抗它是不會有功率的 它半週期吸收功率 另外半週期把功率放出來 它不會把功率傳出去的 好 上面我們是看的這個 橫的磁波 以下我們就要介紹橫電波 各位現在 你閉著眼睛 能不能想一想 橫磁波裡面 我們首先要做些什麼工作 先求Eazy 對不對 Eazy求出來以後呢 就由那個16到10到20 解其他的四個分量 我們只要解兩個分量就好 電場 電場解出來 電場解出來 就用Eazy 用Z TM 解H唱 對不對 H唱 它其他的 像呢 它的Cut-Out Frequency 是什麼要記起來 Cut-Out Frequency 是什麼東西 那麼它可以分成Cut-Out Frequency 傳播型態跟不傳播的型態等等 好 現在我們來看 T1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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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定義就是說 它的電場只有 橫向分量 所以縱向分量的電場等於0 那麼H呢就不是0了 HZ不是0了 所以我們就要解HZ 對不對 好 HZ解出來 我們就把HZ不等於0 HZ解出來了 HZ解出來了 EZ等於0 帶到這 到10到16 到10帶去19 帶到這裡面去 你看現在這個 右邊只剩下什麼 H唱 那我們也可以把這個H唱 這兩項 這兩項 合併 用這個符號來代表 那麼 我們就可以 就是說 DELT HZ 就是這個式子 其實 其實 叫我用的話 我還寧願用這個式子 直接 你把這四個式 就是剛剛這個 這個10帶去16 10帶去19 把它記起來 直接帶進去就 就了了 我們不需要介紹 不需要用到兩套 就是介紹一下有這個方法 好 從上面的式子 我們一旦把HX HY解出來 就由Z解這個 對不對 由Z可以解E跟E EX跟EY 也是有這兩個式子 那其他的值 剛剛這個介紹 這個是在TM Wave裡頭有的 TE Wave照樣可以用 我們就不再去介紹它了 這個TM Wave裡頭有的 TE Wave照樣可以用 那我們也是看這個 這就是剛剛那個圖了 剛剛我們是看下面這一半 現在就是上面這一半 上面這一半 它也是一樣 因為 它是 Gamma等於這個 Z就等於這個東西了 那現在我們看 現在是 F大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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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大於它是 可以傳播的 可以傳播的 可以傳播的式子呢 那麼我們就看它 這個越大呢 這個值就越小 那因此 EZT over ETA 就是 Approaches 1 當這個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到它等於1的時候 這個是0 等於1的時候 這是0 它就 Approaches Infinity 你看 這個不是到1 這個是到1 所以這個就是 Approaches Infinity 有上次得知 在5號筍戒指 沖田的破道中 5號筍戒指 第一破 破阻抗它是純電阻 這個也是純電阻 因為這個比1小 這個根號裡頭比1小 那越開根號越小 所以 因為這個比這個大嘛 這個比這個大的話 這個是小於1的東西嘛 這個是小於1嘛 小於1這個應該比這個大 比這個大才對 這個寫錯了 比這個大 在F大於FZ的狀況之下呢 它的曲線就是這個曲線 這個曲線 這個曲線 這個曲線我們剛剛介紹過了 這個是Approaches1 這個就是越來越大 剛剛那個才是小 這個是變大 大概我移過來的時候 大沒有給它改成小 這個也是一樣 當F小於FZ的時候呢 Gamma呢是時數 所以它就是一個衰減的 衰減 那因為它這個時候Z是一個J 所以它就是一個什麼 純電抗 它也成一種見識的狀態 沒有功率流動 這個就跟剛剛一樣 我就不配講 好 現在我們看一個例題 10-1 在波島中的Tm波跟T1波 他說 當頻率為兩倍截止頻率的時候 其波阻抗其波長為何 它的頻率就是它的驅動頻率 是接取頻率的兩倍的時候 還有 當頻率等於接取頻率的一半的時候 問它的波阻抗 跟波長是什麼 TmMode 它的波阻抗 與倒坡的波長是什麼 那現在我們來看第一個問題 當F等於兩倍的FC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FC over F呢 等於二分之一 那這就等於四分之一 所以根號的這個值 就是1.4分之一 就是四分之三 所以就是等於0.866 所以Tm波的波阻抗 它是這個值 那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帶進去 這0.866 0.866乘ε 所以它原小於ε Tm波的波阻抗 T1波的波阻抗 它是這個東西 它大於它 你看它是大於它 2 摩式的波 到波長同樣是這麼大 它的波長 就波長 波長都是這麼大 好 世中ε 這個 就是一般的介質 它沒有講你是什麼介質 這是它的 Lamna是無邊界介質中的波長 大於Lamna 這個Lamna 是無波長介質中的 那波長是這個嘛 大於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值大於 這個值是等於0.866 所以 這個是大於Lamna PARTB 如果 F 等於2分之1的FC 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等於4倍了 那就是 Fc大於F Fc大於F 對不對 Fc大於F 那這個 就實數了 所以這個就變成 複數 複數 OK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 畫成這個樣子的 這個 就各位自己去 畫一下好了 畫一下好了 它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 這個 等於這個值 這個是 這個是Frequency 它沒有講特定的Frequency 波主抗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它本來這個式子 來算 就是說我們以前把這個算出來 你就可以把這個值算出來了 OK 好 TEM Wave 它是 它沒有接子頻率 沒有接子頻率的限制 所以它的H 在H等於0 它才能夠 它才能夠求出來 OK 它不是根據這個 因為TEM Wave EZ等於0 HZ等於0 HL等於0 這個就是 在 這個值跟這個值 都跟 無邊界裡面 傳播的TEM Wave 一樣 好 現在我們看看 這個 這個曲線 這是Omega 這是Beta Beta等於這個東西 Beta等於這個 我們前面有講過 Beta等於這個 那麼K呢 因為V等於Omega over K 所以它就是這個值 這個值 那我們把這個F 把它寫成2pi over Omega FC等於2pi over Omega C 那我們就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那現在我們就看這個曲線 我們把這個值 用Omega 對Beta來畫圖 對Beta來畫圖 這個實現的圖 這個實現的圖 就是Beta對Omega的關係圖 那麼這個圖呢 那麼這個圖呢 交代結束 Beta去於0的時候 Beta去於0的時候 那麼正好是 Omega 等於Omega C的時候 你看 Omega等於Omega C的時候 OK Beta就是approach is 0 OK 這個 你把這個乘過來嘛 Beta就是0了 這個就是Beta曲線 O跟O點 跟P點的連線 這個斜率 這個斜率 就是P點的像素Vp Vp是這個東西 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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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坐標是 這是Omega 這個是Beta 所以 Omega over Beta 正好就是它的 像素 OK 那麼它的 Group Velocity是什麼呢 定義是等於 第一 這個 斜率 就是這一條線的斜率 就是這一條線的斜率 切線的斜率 你看這個 Dbeta over D Omega 就是這一條線 在P點的斜率 就是代表Vg 就是 這條線呢 曲線就是告訴我們 是這個樣子的 TEM Wave 就是這個漸進線 好 那麼 我們再看這個例題 將衰減常數Alpha 與坡島中 見識模式中 運作頻率F間的關係是 用圖形來表示 見識型 見識型的話 就是F要小於FC 好 那麼這個時候呢 它的傳播常數 這個 這是它的傳播常數 傳播常數 我們可以把這個 畫成這種關係 把兩邊都 把這個 兩邊的平方 可以變成這個 你看這個 如果我們把這個 可以當作一種座標 這個是一個座標 那這個就是一個 圓的一個方程式 所以從這個裡頭 我們可以得到 這個是一個圓 一個Circle 邊緣是一個Circle 圓形就是在 在0 這個 這個 這個座標也是0 這個座標也是0 在這裡 半徑就是FC 它就是 要講這個東西 好 底下我們要介紹 平行坡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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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真的講坡島了 好 我們要看它的形狀 跟它的座標的曲法 因為以後我們導出來的柿子 完全是根據這一套座標 一樣的話呢 我們導出來的柿子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是用這一套座標 導出來的 那就是 Z軸 就是長度的這種 我們假定它是無限長 好 那麼 這個 這個 上下板之間的距離叫做Y 這是有一定的 那麼X呢 因為這兩邊都沒有一個 邊界在這裡啊 我們也就假定 這也好像是無窮大 那波就是朝Z方向傳播 這是我們假設它是這個樣子的 好 首先我們看這個 平行坡坡島 它可以傳播TEM Wave 也可以傳播TEM Wave 也可以傳播TEM Wave 因為它是兩個導體 它不是單一的導體 首先我們去看平行坡坡島裡面的TEM Wave 它的 橫磁坡 橫磁坡就是 磁場只有橫向分量 是HZ等於0 電廠呢可以有 Z分量 那麼還有一個假設就是我剛剛說的 假設這個坡島的寬度X啊 假設也是當作是無限大的 沒有邊界 所以這個函數就跟X無關了 因此 EZ 就是 電廠的Z分量 我們就可以用 因為它現在只跟什麼有關呢 Y有關 還有你這個 原的Z傳播當然跟Z有關 那麼它就可以畫成 這是橫接面的子跟Y有關 這個就是Z OK 然後我們再解這個 解這個式子 我們解這個式子 把這個帶進來 把它帶進來 我們 發現 因為這是一個什麼 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本來這是 Partial Derivative 但是因為它現在僅僅是Y的 函數 所以我們就用 Ordinary Derivative 那麼它的解就是這個嘛 對不對 你可以用Sine用Cosine 那我們假設Sine的部分 常數是A Cosine的部分 是B 就是Sine K Cosine Hy 好 那現在這個A是什麼 B是什麼 H是什麼 這個時候我們要用 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這兩個Boundary 來看 這就是我們剛剛 假設它的企業就是這個 那現在我們要配合邊界條件 各位一定要記住一個概念 千萬記住一個概念 在導體的表面 電場只有什麼分量 電場只有什麼分量 水質分量 沒有切 切線分量等於0 那麼H廠呢 只有切線分量 而沒有垂直分量 這要記住 一定要記住 好 現在我們來看 在Y等於0跟Y等於B 兩處的地方 EZ EZ是電場的切線分量 對不對 是Z分量 Z分量 Z分量在這兩個 到底表面 這是切線分量 還是發線分量 EZ是這個 Z是這個方向 對不對 對於這兩個面來說 是切線分量 對不對 切線分量就要等於什麼 0 是不是這樣子 最好這裡 最好這裡 你寫在導體表面 電場的切線分量等於0 你把這個寫上去 這樣這個 每次都寫這個 每次都寫這個 以後一輩子都忘不掉 好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兩個條件帶進去了 你看 Y等於0 這個要等於0 對不對 Y等於0 這一項本來就是0 這個等於1就是B 那等於0 那B就是0 好 Y等於B的時候 Y等於B的時候 那這一項已經 這一項已經0了 B是0了 就剩下這一項了 你這一項已經沒有了 你這一項已經沒有了 你這一項再沒有 那通通沒有了 所以A不可以為0 那一定是什麼東西是0呢 就是Sine Hb等於0 Sine Hb等於0 Sine Hb等於0 那麼Hb B 就要等於Pi的整數倍 等於Pi的整數 負的也可以了 負的也可以了 不過我們現在是取它的正值 那這個沒有了 這個應該是這個東西 這個應該是這個東西 這個等於這個 H就等於Npi over b 那這就是它的Igon value Igon value就出來了 N等於0,1,2,3 好 那現在我們再把這個 B等於0 跟H等於Npi over b 帶到原來的這個式子裡面去 我們就得到Ez是等於這個 Ez是這個 那AN就是一個 一個像 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 其實就是代表你這個電場的amplitude 你apply的 你電場你要輸入的話 你的amplitude有多大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好 那這個你看這個 Ez0y 那就是橫接面上面的 橫接面上面的 它的phacial呢 phacial是y跟z一樣 都要代表 phacial是等於 所以 橫接面的 成立exp Volunteer 不要忘記 這個叫分清楚 分清楚 ok 那麼 就等於這個 成立expontential這個東西 expontential 負的γz次方 γz次方 再將 現在我們有這個值了 ez0是這個值了 ez0是這個值了 還有hz0 等於0 代到什麼 10代去16 到10代去19 接觸其他四個分量 這個 已經提了很多次了 這個要記得 這個四個獅子回去花一點時間 把它記一下 將來你們要考電視播的話 你這個獅子要稍微記一下 好 我們帶到這個獅子裡面去 這就是10代去16 到10代去19 把這個ez對y做 因為它是y的 函數 做微分 就變成這個東西 變成這個 然後你要記得h是什麼 h是nπ 所以nπ 跟這個h約到一個 就變成這樣 這個 也是一樣 對y做微分 乘上這個 這是 是ey 得出來是這個 這兩個 都是0 因為這裡頭 沒有x 所以對x做微分 就是0 所以只有這兩個是 我們現在得到 我們現在得到h 這個 也就是這個 也就是這個 那現在我們 把e0帶進去 e0不是已經知道了嗎 對不對 你現在把這個 帶進來 這個是0了 那只剩下這一項 只剩下這一項 那就變成 那就變成 這個 這個東西 所以 這個裡面 x就是0了 ex就是0了 ex是0 看到沒有 ey呢 ey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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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是加了一個 因為它是tmmode 我加了tmmode 你這裡也加個tmmode 這裡也加個tmm gm旁邊加個tmmode 這個 這個統統加個tmmmode Ey0 看看 ok 那這就是這個 ex等於0 ok 再由這個 其他兩個還是由這個 得出來 你知道這個以後 那我們可以得hx hx 我們就由這個來得 你要求這個hx的話 就把ey帶進去 你要求hy的話 就是ex帶進去 ok 就是這個方法 看你喜歡哪一種方法 都可以用 我的話 我是喜歡就是 幾年10 到16 到16 到19 就好了 好 它的傳播常數 進來h是等於這個 傳播常數本能是這個 對不對 h是這個 帶進去 然後我們就看它的接子頻率 接子頻率 就是gamma等於0的時候 gamma等於0的時候 那omega等於omega c 這個等於0 omega等於omega c 那我們就得 這個 omega c 又等於2πfc 所以fc 就等於這個 這個是tm mode 它的接子頻率 這個n就是代表這個n n就是 123456 ok 那因為它現在 我們剛剛得出來 等一下 我看看 你看這個是sign 對不對 這是sign 嚴格的說起來 這個n不能等於0了 這個0就沒有了 對不對 不過等於我們會搶到 等到n等於0的時候 我們現在暫時先擺在這裡 ok n等於1的時候 就是tm1 mode n等於2的時候 就是tm2 mode 就把這個帶進去 這就是它的接子頻率 看你是什麼mode 它的接子頻率 大小不一樣 然後我們把接子頻率 什麼mode 帶到這個裡頭去 你就可以求它的beta 什麼mode之下 它的向常數是什麼呀 它的guide wavelength是什麼呀 face velocity是什麼呀 group velocity是什麼 ztm是什麼 把它帶進去呢 就可以得出來 好 現在這裡 我們來看 當n等於0的時候 這個等於0 z等於0 hz就已經是0了 hz就已經是0了 這個狀況下呢 e x e y 橫向分量存在 有沒有 有沒有存在 e y存在 cos 就是存在 這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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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這個存在跟這個存在 只有這個存在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時候啊 因為hz也是0 ez也是0 ez也是0 它是一個什麼坡啊 tm wave 它其實是tm wave 如果你說它tm wave的話呢 它最低它就是n等於1了 好 波島 波島接子頻率的值 有最低的這個模式 稱為該波島的主要模式 叫dominant mode 因此平行版波島 主要模式是tm tm mode 對 這是它的tm mode 好 現在我們來看 這個例題 寫出平行板波島tm1 mode 的瞬間表示是 會出yz平面的電力線跟磁力線 你要寫出這個pm1 mode的瞬間表示是 就是它的time harmonic wave 好 那麼我們首先把它的向量式寫出來 向量式 向量式 當然你這個地方 我們這裡就可以 我們平常就是照抄了 但是你如果真的 考試如果出這樣的話呢 你要解 解那個 微分方程 解出這個式子 然後用10代學16 到10代學19 然後得這兩個 對不對 你解這個就要花了很多時間 其實我們可以 可以 記得住這個字 記住這個 因為它是什麼 e z 它是e z e z e z的話呢 在y等於0 跟y等於b的地方 切線分量 切線分量 是等於0 等於0這個地方一定要是什麼 要是sine 不可以是cos 你記得這個是sine 然後你這個16跟19 不是已經記起來了嗎 對不對 你帶進去就解出來了 所以你這個要記得 你這個要記得 這個地方它是一個 切線分量 在boundary的地方 y等於0 y等於b的地方呢 它是 切線分量 切線分量等於0 所以 這一定要是sine才可以 不可以是cos 好 那我們現在要求它的 instantaneous expression 那你 剛剛那個解出來只是它的 橫接面 橫接面的這個量 z方向呢 你要不要沉進去 才有eyz這個向量出現 然後整個向量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real 那才是它的 瞬間式子 所以這個 就變成這個式子 那這個式子呢 你把這兩個合併嘛 取式數就是cos 對不對 ey也是一樣 你把ey這個值寫進來 乘上exponential 這個 γ 因為它是 假定是5號筍傳輸線 γ就是jβ 就是jβ 我們帶進去 你取它的 時數還是這個值 h也是一樣的做法 你把這個 乘上這一下 再來 不過它現在這裡 已經有一個j在這裡了 所以 你取時數的話呢 它應該是 2 是應該sine才對 這式子裡頭 要記得 β是這個 因為本來這個應該是什麼 npi over b 那n等於 n等於 n等於1嘛 tm1 mode 所以它就是pi over b square 好 現在我們要看這個 它的磁力線 跟電力線 yz平面 yz平面 有y與z分量 你看 我們可以看它的四個 四個式子 看看這個式子嘛 1呢有z跟 1z跟 1y對不對 1z跟 1y 所以它 我們就在 yz平面上面 你們電磁學有教過 怎麼樣子求磁力線 電力線 怎麼樣子做 我這個圖沒有畫出來 比如說 我們電力線 是一組這樣子的曲線 隨便你畫一個曲線 這不是隨便畫的 你比如說這樣的一個曲線 它為什麼是電力線呢 就是說 你這個曲線上面 任何一點 任何一點 切線方向是什麼方向 電場的方向 如果磁力線的話 就是磁場的方向 因為它是切線方向 切線方向的話 所以它的 電場的方向 跟切線平行 對不對 所以 電場可以分成 EY跟EZ 兩個分量 那麼 切線呢 它切線 DL 就是 DY跟DZ 所以 這兩個是 是平行的 所以它有這種比例的關係 我們畫出圖來 就可以看到 是兩個三角形 兩個相似三角形 對應變成比例 對應變成比例 有這個關係 有這個關係 那現在我們就把 BY over DZ 要等於 EY EZ over EZ 本來我們這裡 要用什麼呢 要用 全時間的 就是 瞬間值 瞬間值 但是它隨時在變化 我們就取一個 特定的時間 好了 令它的 T等於0 OK 令T等於0 於是 EY就變成這個 EZ就變成這個 你可以看看 EY T等於0的話呢 EZ就是這個 負的 負的 正的 這個就是 負的就是跟正的一樣 cos 這個等於0的話呢 這個等於0的話呢 就是負的 負的 負的 乘上 cos pi y b 乘上這個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 就變成 Tangent 這個也變成Tangent 這個是什麼 這是YZ面 曲線 YZ這個曲線 因為你 你這個 電力線在YZ面畫出來 就是YZ面的一個曲線 它的斜率就是這個 你 你根據斜率呢 你就可以知道 在哪裡 這個 這個 Y 什麼範圍 它是做什麼樣的變化 不如我們現在把電力線把它畫出來 你要求電力線怎麼辦呢 怎麼求呢 那你就把 你看我們從這個式子 Y Y這個分母乘到這邊來 OK 這個DD就乘到 乘到這 不是 Y跟Y 這個是 這個 就乘到這邊來 這個就乘到這個地方來 它就變成這樣子的 變成這個式子 OK 變成這個式子 你們看假意上面比較清楚 不要跳來跳去 好 那麼我們首先把這個 就變成D Cosine PiY over B 不過要加一個符號 因為 Cosine 五一分變成Sine 有個符號 這邊呢 也是一樣 就變成D Cosine這個 然後這個分母跟分子這個D裡頭的一樣 所以它就變成 Natural logarithm Cosine PiY over B 這邊就是 Natural logarithm Cosine Beta Z 然後兩邊 我們用 不定積分 不定積分的話呢 它有個常數 對不對 這兩個常數 合併就寫了 變成C1 於是這兩個 放在一起 就是Logger 加上Logger這個 就變成 相乘 相乘 那 相乘以後呢 這個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當作一個 寫成Logger都沒關係 反正就是一個常數 最後呢 就變成另外一個常數 另外一個 這個就是它的 電力線的方程 反正這就是一個常數 就是 這個程度等於常數 它的範圍就是在0跟B之間 就是在兩個平板之間 T等於0 這一瞬間 OK 就是這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 電力線就是這個 你畫出來 就是這個東西 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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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磁力線呢 因為它磁場就有這個分量 只有這個分量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磁力線 磁力線 就是 隨著這個 Y跟Z 在變 就是說這個是平行 板坡島 TM1模式 電力線跟磁力線 那麼 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現在看它的 電力線方程 電力線方程 不過我們 當然不是直接用這個來畫 用直接這個來畫 我們這裡沒辦法畫 我們就看這個斜率好了 電力線我們看斜率 DY over DZ 斜率 它是等於這個 斜率 在Y的地方 Y等於B跟Y等於0的地方 都是無窮大 你看 Y等於0 等於0 這個地方斜率無窮大 有沒有 B的地方也是無窮大 Y等於二分之 B的時候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斜率 這個地方的斜率 都是0 0 好 磁力線因為它只有一個方程式 那就看它的強度 強度 Y等於0 跟Y等於B的時候 最大或者最小 最大或者最小 Y等於0 Y等於B 你看 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這個字是最大的 這個 這個是 強度是最強 最強 那麼Y等於二分之B的地方 這個地方的intensity 是等於0了 這個intensity 這是打點的 這是打叉的 這是打叉的 那Z軸來講呢 Z軸 你看 Z等於0的時候 電力線 也是0 電力線的 slope也是0 Z等於二分之Pi的時候 無窮大 Z等於Pi的時候 也是0 這個也是一樣 Z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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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0 這個也是0 然後二分之Pi的時候 這個最強 然後這個地方又是0 又是最強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出 斜率看出來 现在我们把这个例子讲完 证明在平行版坡岛中 传播的TM1MODE 可以看成是两个平面坡 在二导体平面间 反复反射时的合成坡 这个就是坡岛的两个平面 就是说TMWave这个坡本来是这个坡 本来是这个坡 那我们把这个坡画一画 把Sign Sign画成这两个Exponential相减 这里有个J2J在这里 那么就变成这个跟这个合并 就变成两个电磁坡 看到没有 两个电磁坡 这个电磁坡呢 它是朝Z的正方向行进 朝Y的副方向行进 朝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代表这个坡 那这个坡呢 就是朝Z的正方向行进 朝Y的正方向行进 就是这个坡 这个坡 就是这个坡 到了这个地方 反射 反射又到这里 在这里又反射 就是这两个坡 反复反射而沉 那这就是 讲的这个东西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前面的这个 这一项 这个 我们令它等于1i0cosθi等于某这个值 然后β1sinθi 我们令它等于β 那么β1cosθi等于这个值 带到这个里头来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 我们假如这样子带的话 于是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的 这个式子 这个是什么式子呢 这就是平面电磁波 以θi的角度 斜向入射 与反射 至合成波 这一方面向Z方向传播 正Z方向传播 一方面这个向负Y 这个向正Y传播 这就是一个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就是这个 两个电磁波 这个传播 那么我们现在 从我们假设的这个 式子里头来看 sinθi等于这个平方 over这个平方 cosθi等于这个平方 over这个平方 就是这个 这两个相加 cosθi加 sinθi加cosθi等于1 这两个加起来等于1 从这里我们可以解的β就等于这个 那么这就是它的向常数 这向常数就跟我们解出来的 完全一模一样 OK 那么 β cosθi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cosθi是等于这个 β1是等于2π over lamina β1等于2π over lamina 就变成这个东西 所以 那么这个里头的 lamina 是 是什么呢 是在没有 就是波导外面 波导外面 没有边界 无耗尽界值中的 波长 但是 就是 lamina 就是这个值 那么 以上就是我们介绍 平行板 波导的 tm mode 那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就看 te mode te mode 可以 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